今天为你准备的书是 海边的卡夫卡 相信很多人听过奥地利作家 弗兰茨·卡夫卡的大名 他以荒诞讽刺的写作风格文明 被誉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 但我们今天这本书 其实和卡夫卡没有太大关系 因为这本书所要描写的 不是欧洲或西方社会 而是我们的邻居 日本 这本书写于2002年 但它把视野放到了20世纪的中后期 那时的日本刚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 在此之前 日本军国主义当道 他们借着天皇对日本的国民进行集体性的催眠 疯狂鼓吹战争 但随着战争的失败 军国主义覆灭 日本被美国占领 被极度崇拜的天皇也走下神坛 日本的国民陷入了迷茫和恐慌 在这样的背景下 日本的民众开始追求精神上的独立和治愈 然而要从巨大的心理阴影和精神创伤中走出 谈何容易 海边的卡夫卡就借助一个15岁少年和一个65岁老年 讲述了一段追求精神独立的艰难旅程 这本书的作者是日本当代著名作家村上春树 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成就 就是15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并15次落选 可他自己却对此不以为然 他认为诺贝尔讲政治味道极浓 不怎么合他的心意 获不获奖什么的无所谓 自己写作呀 开心就够了 当然村上有些佛系 读者们却有些不平 他们认为村上的才华早应该获奖 那这本海边的卡夫卡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2002年一经出版 便在日本报卖了30万册 在这本书中 村上创造性的平行推进两个故事 那奇数章节呢 讲了一个15岁的叛逆少年 田村卡夫卡 背负神秘诅咒 离家出走 遇上离奇命案 并在众人帮助下 逐渐成为世上最顽强少年的故事 偶数章节 讲了一个65岁的老年人中田 从小经历一系列奇异事件 不断找寻自身灵魂的故事 这两个故事交替进行 同时掺杂了大量隐喻 使得很多读者看得是云里雾里 但当人们把书看完 认真思考书中的线索 又会拍案叫绝 为本书深刻的主题和巧妙的表达形式 所折服 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 为你解读海边的卡夫卡的精华内容 带你走进这部奇幻成长之旅 首先我将为你讲述少年田村卡夫卡的成长故事 它是如何离家出走 背负诡异诅咒 不断向命运发起挑战 最终获得成长的 其次 我将为你讲述老年人中田的故事 它如何从一个智力障碍的老人 一步步找寻自身的灵魂 最后 我将为你解读这本书中的诸多隐喻 并分析作者村上表达的精神内涵 下面让我们开始学习吧 在一个深夜 一个十五岁的少年 田村卡夫卡 一言不发地坐在车上 他面容清秀 但眼神有些迷茫 他是从家里逃出来的 他原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 但一切都在一个瞬间破灭 母亲突然离开 并带走了他的姐姐 父亲由此陷入暴怒 毁掉了母亲所有的东西 这使得卡夫卡 失去了对母亲的所有记忆 从那以后 父亲变了 他经常殴打和辱骂卡夫卡 并说出了一个可怕的预言 你将杀死自己的父亲 并与母亲和姐姐发生关系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 卡夫卡也陷入了恐慌 他只能选择逃离 他不想背负可怕的诅咒 又想去寻找离开的母亲 于是他拼命地学习 锻炼身体 策划了这次离家出走 卡夫卡究竟要去哪儿呢 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拿了父亲的钱 离开东京 本能地坐上前往四国的列车 好在他不是一个人 在他心里住着一个叫乌鸦的少年 在他觉得孤独迷茫的时候 乌鸦总是陪着他 安慰他 这次出走 当然也有乌鸦的鼓励 他告诉卡夫卡 你的目标是成为世界上最顽强的少年 到四国以后 卡夫卡遇到一个叫樱花的女孩 樱花很亲切 让卡夫卡有亲人的感觉 两人非常投缘 留下了联系方式 然后卡夫卡来到一个图书馆 名叫贾村纪念图书馆 那是他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 古色古香的日式建筑 客厅一般优雅的阅览室 人们在宽大的沙发上看书 卡夫卡强烈地被打动了 决心一定要到这图书馆看看 卡夫卡发现 这偌大的图书馆居然只有两人管理 管理员叫做大导 年龄不大 交流起来像男性 却有着异常美丽的面容 他邀请卡夫卡去听听图书馆的馆长 佐伯女士关于图书馆的介绍 于是卡夫卡见到了佐伯女士 佐伯馆长五十多岁 却一点也不嫌老态 相貌典雅而睿智 唇角无时不样出影子般的淡淡笑意 让卡夫卡觉得亲切 也许佐伯女士就是他的母亲 但卡夫卡随即告诉自己 也许自己太过执念 把好感的女性都认作自己的亲人 总之 卡夫卡对这里十分喜欢 便留下来过场新生活 早上去锻炼 下午泡图书馆 累了就回旅馆睡觉 在这期间 卡夫卡也拨打过父亲的电话 但没有接通就挂掉了 也许对离家出走这件事 他的内心也有些矛盾 然而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 再到图书馆的第八天夜里 卡夫卡突然失去知觉 晕了过去 等他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灌木丛中 四下一片漆黑 肩膀一阵剧痛 卡夫卡拼命回想 到底发生什么 却只记得去了体育馆和图书馆 后面的事情一片空白 当他从灌木丛爬起 走到光亮处 却发现了更可怕的事情 他的身上沾满了大量血迹 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卡夫卡害怕极了 走投无路之下 他只能给之前认识的樱花 打了电话 毕竟他只有樱花的联系方式 好在樱花收留了他 卡夫卡向樱花 袒露了自己离家出走的事情 樱花表示非常理解 原来樱花也是和家里闹翻 自己跑出来的 为了安慰卡夫卡 樱花还与他睡在一起 这让卡夫卡产生一种 羞耻却美妙的感觉 天亮后 卡夫卡又来到图书馆 向管理员大导请求帮助 大导听了卡夫卡的遭遇 建议他留在图书馆 并表示愿意为他 请求左博女士 在此之前 大导带着卡夫卡 到自己的小木屋避避风头 小木屋建在一片森林中 非常原始 这片森林是大导和哥哥 从祖父那儿寄成的遗产 大导临走前提醒卡夫卡 不要走进森林深处 因为战争时期 有军队在这里训练 走失了两名士兵 大导的话让卡夫卡 有些担心 但即使只有一个人 他内心还有乌鸦的陪伴 很快也适应了 这里的安静生活 但没过几天 大导就安排好了一切 来接卡夫卡到图书馆上班 卡夫卡就这样 作为图书馆的第三名员工留了下来 他在工作的同时 对佐伯和大导有了更多了解 原来 佐伯女士年轻时是一位偶像歌手 她的代表作叫做海边的卡夫卡 这是她为自己恋人所写的一首歌 谁知恋人突然因为学生运动被人打死 佐伯也自此消失 不再唱歌 直到二十五年后 他突然返回故乡 成为贾村纪念图书馆的馆长 一边管理图书馆 一边坐在办公室里不停写字 好像在等待什么 而大导也有自己的秘密 他的个性思想像男性 身体却是女性 也从来没有过月经 没有性特征 这让卡夫卡隐隐约约觉得 图书馆中的人与自己冥冥中有些关系 他还惊讶地发现 自己似乎慢慢爱上了佐伯女士 他还经常在夜里见到佐伯的幽灵 那是他十五岁的样子 于是他跑去问佐伯 是否有过孩子 佐伯却不知可否 就在这时 卡夫卡在电视上看到新闻 父亲田村浩一被伤害了 时间就是他失去知觉的那天 这让卡夫卡想起了父亲给自己的预言 杀死父亲 和母亲还有姐姐发生关系 难道那个晚上 自己真的杀掉了千里之外的父亲 更诡异的是 田村浩一被杀的第二天 有两千条鱼从天而降 在另外一个地方 天上又掉下了一大群马黄 这一切都让卡夫卡心乱如麻 只能在夜里 与佐伯的幽灵相会时 获得一点安慰 但不知为什么 在一天夜里 幽灵突然变成了实体 卡夫卡和处于睡眠状态的佐伯 发生了关系 这时警察也找到了图书馆 他们告诉大岛 卡夫卡和一位老年人 都有谋杀田村浩一的嫌疑 于是卡夫卡躲到了大岛的小木屋 还有那片神秘的森林 他在小木屋感到更加恐慌和迷茫 他甚至在一次梦中和樱花发生了关系 恍惚间 卡夫卡不顾大岛的劝告 走进了森林深处 碰见两个士兵 原来这就是之前失踪的两个少兵 他们解释自己并不是失踪 而是不想打仗 躲进森林 结果变成了森林的一部分 然后他们领着卡夫卡走到了另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和外面差不多 却没有一个人 后来卡夫卡遇见了15岁的左伯 左伯终于告诉卡夫卡 自己就是他的母亲 因为受到田村浩一的诱惑 生下了卡夫卡 后来不得已之下抛弃了他 希望能得到卡夫卡的原谅 希望卡夫卡回到现实社会 卡夫卡有些迷茫 觉得自己没有活下去的意义 于是 左伯便让他去看那幅油画 名字也是海边的卡夫卡 那是留给他的礼物 最后卡夫卡还是听了左伯的话 终于返回现实世界 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一部分 少年卡夫卡自小被母亲抛弃 背负着父亲的诅咒长大 不断在迷茫中找寻生命的意义的故事 虽然路途艰难 但他碰见了关心他的樱花 仗义的大导 和去而复返的母亲 终于找到了生存的意义 当然了 这个故事中 其实还隐藏着有许多疑点 没有解答 而其中的答案 就要看到另一个 与卡夫卡平行的主人公 钟田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第二部分 钟田的神奇经历 钟田是一位65岁的老头 但他曾经有过一次奇特的经历 那是他读小学的时候 日本还在经历二战 一次老师带着同学们上山摘蘑菇 天上出现了一架B29轰炸机 同学们突然陷入了集体昏迷 把老师吓了一跳 他只得下山求救 几小时后 同学们纷纷转醒 丧失了昏迷期间的记忆 但身体却没出问题 唯独钟田是个例外 他沉睡了很多天 醒来之后 不仅丧失了之前的记忆 还变得有些痴呆 钟田本来是学校里的优等生 结果后来连字都不认识 只能当了木匠 一个人过了几十年 后来靠政府的救济金过活 神奇的是 在昏迷之后 钟田意外地获得和猫对话的能力 与很多猫成了朋友 因此 很多人会拜托钟田去找猫 这也给他带了一些收入 可就在一次寻猫的过程中 钟田遇见了一位 自称穷迷沃克的人 他戴着礼帽 穿着长筒靴 看起来很是优雅 他抓住了钟田要找的猫 告诉钟田 自己在收集猫的灵魂 用来做一只统治世界的笛子 并提出一个奇怪的条件 钟田想把猫拿回去 就得亲手杀掉自己 因为自己这些年太累了 需要解脱 钟田并不愿意 谁知琼尼竟然生生地将猫的心脏挖出 吃得津津有味 钟田无奈之下 只能将琼尼杀死 杀人后的钟田非常惶恐 吓得陷入昏迷 后来他在草丛中醒来 身上却没有一点血迹 于是他只得找警察自首 但警察并不相信 面前这个有些痴呆的老人 会是杀人凶手 钟田只得留下一个预言 天上会下杀丁鱼 然后离开了 谁知就在钟田离开的第二天 天上果然开始下杀丁鱼 一次下了两千多条 这时琼尼的死也被女仆发现 警察这才反应过来 不小心放跑了杀人凶手 看到这里相信你已经明白了 这个琼尼沃克就是卡夫卡的父亲 天村浩一 钟田杀死他的当天 卡夫卡也失去知觉 醒来之后浑身是血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不得而知 也许那天夜里 两人时空发生错乱 身份互换 让卡夫卡完成了杀父的预言 后来离开的钟田 搭上了顺风车 司机是一个叫星野的小伙子 曾经参加过日本的自卫队 钟田和星野聊起自己小时候的事 说到日本被美国占领 美国投下了两枚炸弹 星野却表示没有战争 觉得钟田在瞎编 但是他又觉得 眼前这个老人很亲切 像极了自己过世的爷爷 于是打定主意 要帮他完成想做的事情 后来 两人一路来到四国 钟田说到自己要找入口石 找到这块石头 就相当于打开灵魂世界 但星野也不知道该到哪儿去找 这时候又出现了一个叫 桑德士上校的人 他告诉星野 自己知道入口石在哪儿 但星野必须和他做一单生意 原来桑德士是个皮条客 他为星野介绍了一个绝世美女 二人发生关系 星野付了钱 才终于拿到入口石 临走前 桑德士告诉星野 自己其实是一股神秘力量 没有实体 自己是来专门指引星野的 星野听了也是将行将疑 好在得到入口石 使得钟田终于恢复正常 同时失去了与猫沟通的能力 这个时候警察也找了过来 钟田成了杀人嫌疑犯 正在二人走投无路的时候 桑德士拨通了星野的手机 为他们安排了一个藏身处 钟田告诉星野 这么多年的人生 好像一个梦境 自己连影子都比别人暗淡不少 说完便拉着星野 找到了甲村图书馆 终于见到了馆长佐伯 这时卡布卡已经因为警察的追捕 而离开 直到那一刻 钟田和佐伯才发现 他们两人都只有一半影子 是分身一半的存在 佐伯意识到 对方就是自己在等的人 而钟田也发现 佐伯就是自己要找的人 于是佐伯将自己写下的三大本日记 交给钟田 并让他烧掉 最后在睡梦中安详死去了 而钟田在烧掉了日记之后 在睡梦中死去 并在死前嘱咐星野 要把入口关掉 可星野怎么会知道 如何关掉入口 谁知这时 路边的野猫说话了 他告诉星野 将钟田体内的白色生物杀死 就能关掉入口 果然 星野按照猫的指示 杀死了白色生物 将入口关闭 完成了钟田的遗言 以上就是本书的第二部分 呆傻的老人钟田 历经艰辛 在星野的帮助下 找回自己失去灵魂的故事 看到这里 我们也看到了这一对平行故事的交汇点 也是钟田和卡夫卡两个主角的交汇点 第一个是卡夫卡军的父亲 田村浩一 被钟田杀死 却奇妙地应验在了卡夫卡身上 第二个就是入口时 当钟田和星野打开入口时 森林中的卡夫卡跟着两个哨兵 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第三个就是卡夫卡军的母亲佐伯 他与钟田相遇 然后死去 紧接着又出现在另一个世界 将卡夫卡劝回了现实世界 最终钟田也完成任务死去 说到这里 我们的故事也说完了 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村上在这本书中留下很多隐喻 如果只从故事的情节理解 我们很难看清村上想表达什么 比如卡夫卡的诅咒是什么意思 所谓灵魂世界是哪里 田村浩一为什么要统治世界等等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揭示书中的隐喻 分析作者村上春树想要表达的内容 首先我们解释故事发生的大背景 即日本二战战败后 日本国民反思治愈自我的过程 所以我们看到 二战时期 钟田集体昏迷 曾见到轰炸机 这是影射战争中的大规模武器 足以让很多人同时昏迷 而作为自卫队的新野 居然不知道日本被美国占领 说明日本政府仍然在掩盖那段历史 森林中的两个逃兵 则表达了村上对战争的反对态度 这就是故事的大背景 其次我们分析田村浩一究竟是什么人 他声称自己收集猫的灵魂 是为了统治世界 到后来却要求中田给他解脱 其实这正是日本那些军国主义者的写照 他们原以为收割别人的生命 可以让自己统治世界 但最终带来的只有痛苦 于是只能求取解脱 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知道 为什么卡夫卡军要背负如此恶毒的诅咒 卡夫卡临家出走 其实是对父亲 也就是对旧时代军国主义权威的反抗 而卡夫卡这个名字 在杰克语中是乌鸦的意思 暗示了小说中那个叫乌鸦的少年 就是卡夫卡的内心良知 所以卡夫卡的诅咒 其本质上就是逃离可怕的父亲 在母亲的分身 中田的帮助下 以及其他的年轻民众 大道和星野的帮助下 不断自我成长 自我突破 将母亲和姐姐解救出来 找到自己生存的意义 至于他为什么要和母亲 姐姐发生关系 这其实来自一个经典的 古希腊剧作传统 叫做俄迪普斯式悲剧 其大概的情节就是 俄迪普斯被父亲陷害 然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杀死了自己的父亲报仇 并娶了自己的母亲 当然 在俄迪普斯的时代 伦理并没有那么严格 而且这个剧作 有着一个很严肃的内核 就是反抗宿命 在于命运的抗争中成长 所以我们回到故事 就能理解村上的苦心 他以诅咒的形式 提出俄迪普斯情节 其实早就暗示我们 少年卡夫卡将走上一条 自我成长的道路 在这个过程中 他甚至要去反抗自己的父辈 把许多被父辈所胁迫的人 解救出来 这是非常令人痛苦的 但这也是成长过程中 不得不做的 那么 田村卡夫卡军 到底是指现实中的 哪一群人呢 相信 你已经猜到了 就是二战之后的日本民众 他们失去了军国主义 失去了天皇 被美国人压迫 处于极度的迷茫和痛苦 但村上春树认为 这个阶段正好是 日本国民成长的少年 他们应该勇敢地 与军国主义作斗争 不要为过去的历史 惩罚现在的自己 应该敢于承认错误 纠正错误 一切向前看 只有这样 才能像少年卡夫卡这样 历经劫难 重新回到现实 才能真正正视历史 获得救赎 行走在阳光之下 好了 到这里 你就已经了解了 海边的卡夫卡 全部精华内容 我想为你总结一下 我们首先说了 少年卡夫卡 背负诅咒 反抗暴虐的父亲 在姐姐 母亲和朋友的帮助下 从父亲手中逃脱 并找寻自己生命意义的故事 其次 我们说了中田 也就是卡夫卡 母亲的分身 为了帮助卡夫卡 杀掉田村浩依 并帮助卡夫卡 打开并关闭入口时 实现成长的故事 最后 我们结合两个故事 分析了故事的背景 以及卡夫卡 田村浩依等 人物形象的隐喻 揭示了村上春树 希望日本民众正视历史 取得精神独立 和生活自由的写作目的 其实 不仅是日本民众 能从卡夫卡 看到自己的影子 我们也可以 这个只有15岁的少年 如同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 在痛苦和煎熬中前进 在现实和虚幻中游离 向着不确定的目标前进 在前进的道路上 四处都是经济丛生 每一步都让人生出迷茫 而村上春树的高明 就在于将生活的艰难困苦 以荒诞和戏剧式的内容表达出来 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 邂逅成长 却又不用感受到成长的压力 但要知道 人之所以为人 就在于我们敢于直面压力 克服困难 不断成长 这是一个人必经的过程 而我们要做的 就是保持思想和灵魂的独立 接受成长的阵痛 勇敢地面对 我们下次再见